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你们不用担心 之前那种半个小时长度的播客 我还会继续做 这几天我已经在准备新的节目了 过几天你们就可以听到 在这期节目中 我想和你们分享的是一个汉字的故事 这个汉字就是他 女字旁的他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很多欧洲的语言里 只带一个男生的代词 和只带一个女生的代词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英语里 男她是he 女她是she 在法语里 男她是il 女她是el 在俄语里 在俄语里 男她是on 女她是ana 但是在汉语里 只带女生的代词 也就是女字旁的他 一直到1920年左右 大概100年前 才开始在中国广泛使用 听到这里 也许你们会感到好奇 在192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这个字变得流行起来了呢 也就是说 什么事情 让大家开始重视这个字 之后在生活中 广泛使用这个字呢 当时啊 在中国有一位学者 叫做刘半农 学者就是研究学问的人 比如说研究文学历史 教育学等等学科的人 他在伦敦留学 留学的意思就是说 在国外的大学学习 刘半农在伦敦学习生活 但他的妻子留在了中国 刘半农和妻子非常相爱 所以啊 在伦敦的时候 他非常想念自己的妻子 于是 他给妻子写了一首诗 写了一首情诗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 教我如何不想她 在这首诗里 刘半农用了 女字旁的她这个字 其实女字旁的她这个字 在古代的中国早就出现了 在古代的时候 这个字的读音是 姐和姐妹的姐 是同样的发音 但是以前 这个字人们很少用 刘半农写了 刘半农写了这首情诗之后 他给了这个字 一个新的读音 也就是和单人旁的她 同样的一个发音 读作 她 这首诗 在当时 很受欢迎 不久以后 一位在中国 很有名的 语言学家 为这首诗 谱曲 让这首诗 变成了一首歌 这首歌 受到人们 广泛的喜爱 变成了一首 非常经典的 中文歌曲 随着这首歌的传播 人们开始 重新认识 女字旁的她 这个汉字 于是现在 这个字成了我们 常用的一个字 大家在用这个字的时候 需要注意 当我们指代 一个女性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个字 比如说 她 女她 今天没有去上班 当一群人里面 有男性 也有女性 的时候 我们用 单人旁的她 这个字 我们说 她们 她是单人旁的她 最后 如果一群人 全是女性 我们可以用 女字旁的她 我们说 她们 读音上 没有区别 但是在写的时候 是有区别的 在这里 我们要说 是女字旁的她 我们写的时候 要写的是 女字旁的她 她们 接下来呢 我为大家朗读一下 刘半农先生 写给妻子的 这首情诗 天上 飘着些 微云 地上 吹着些 微风 啊 微风 吹动了 我头发 教我 如何 不想她 水面落花 慢慢流 水底 鱼儿 慢慢 游 啊 燕子 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 如何 不想她 枯树 在冷风里 摇 火 野火 在暮色中烧 啊 西天 西天 还有些 残暇 教我 如何 不想她 好的 这首诗读完了 怎么样 你们喜欢这首诗吗 你们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想法 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关于女字旁的她字的故事 最后我想给你们播放一首歌 这首歌 这首歌的歌词就是刘半农的这首情诗 它非常古老 距今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天上飘着些灰雲 地上吹着些灰风 为风吹着我的脑袜 教我如何不相逢 月光 脸爱着海洋 海洋 脸爱着月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漫漫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